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你们搞什么 我们不认识好吧 浩姨 他们是你的孩子 什么 你给我回来 你怎么了 你才离家几天 连孩子都忘了 浩姨 跟我回家吧 小红小明都很想你 等等 照这种尿性来看 这不会是小明吧 他就叫小明啊 那这个是 这是小红 原来如此 你别闹了 我等会儿跟你算账 这不是对你说的 没 没关系浩姨 那个 今晚能回家吗 爸爸 爸爸 我饿了 有了 这样 你们先跟着妈妈去吃点东西 我还有点事情 一会儿我们校门口见 记住啊 在外面要叫我姜叔叔 听话 一会儿给你们买糖吃 我靠 居然真有孩子了 你都听 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怎么越来越乱了 我一直太忙 忘记告诉你了 爱神契约的主要目的呢 是帮助人们实现愿望 如果那契约太长时间没有兑现 魔法就会强行启动 那个人的愿望就立刻实现了 我靠 还有这设定 肯死人不偿命啊 没那么严重了 按照你们人类的话说 这就叫脑洞实体化吧 第一个名字叫姜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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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爸爸 第二是妈妈 爸爸妈妈都好吧 我们不能暴露身份 得叫她姜叔叔 小红在听爸爸的话了 不是爸爸 是姜叔叔 对对对 是姜叔叔 喂 你好 李渊 找我办公室来一下 找你有事 妈妈现在有点事情 你们在这里等妈妈 千万别乱跑 好吗 妈妈 你放心吧 是 长官 我们一定在这里待命 妈妈 再见 小明 等等我 什么 孩子丢了 我就离开了一会儿 回来他们就不见了 哎呀 对不起 浩一 姐啊 校园里我来找 你先到校门口等他们 说不定孩子们已经在那里等你了 哦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嗯 嗯 小妹妹 你怎么了 不要哭嘛 告诉姐姐怎么了 我找不到姜叔叔了 姜叔叔 姐姐帮你找好吗 真的 你姜叔叔叫什么 能量补充完毕 接下来 可恶的坏蛋们 把我爸爸教出来 嗯 这是石家的小孩 怎么乱闯教室呢 快出去 出去 哼 呀 你们这些妖怪 别想抓住我 作战成功 哈哈哈哈哈哈 去哪儿了 跑哪儿去了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呢 那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在学校里到处来跑啊 是啊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在大脑停工呢 请问你们看见那小孩 往哪里跑了吗 哦 嗯 不行啊 到处都找不到 唉 唉 你这衣服很好看吧 你好看的 你二娃儿还没看见我的 你二娃儿 我二娃儿 嘿嘿嘿 嘿嘿嘿 唉 一会儿你去吃什么呀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啊 深夜不错啊你 哎呀 你还不是没有花呗 找到了 可是 算了 小孩子的话 他们也不会把它怎么样的吧 蒋浩宜 唐轩 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原 原来他的叔叔是浩一 这下可有理由接近浩一了 小红 我带你去找浩一叔叔好不好 快 居宇馆那边好像出事了 听说又是那个叫浩一惹的事 快去快去 浩一 太贱了 居然偷看女生换衣服 还被逮住了 就是就是 不是 不是的 听我解释 我是有原因的 蒋浩宜 你偷窥被我抓了卸行 如果你当面给他们道个歉 我许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否则 好吧 我说 如果你们信的话 浩一叔叔 我来救你 小小明 快 太小了 好看 可可 漂亮 这不就是那个搞破坏的小子吗 喂 你们别为难小孩子 有能耐 冲我来吧 小明 小明 爸爸他 相后依 你这个变态 糟糕了 我忘了自己的处境了 还要成英雄 给我好好救星他 收到 小红小明 妈妈 别担心 孩子们都没事 好意 凡人 看你这次表现还算不错 这次算是特别奖励 下不为例 揉肩哪 明显揉肩更舒服吧 我不是让你帮我揉啊 凌渊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 看看这两个孩子 他们应该有七八岁了吧 嗯 这就对了 而我们还不到二十岁不是吗 你算算 二十减八等于多少啊 十二 就是啊 才十二岁 我们怎么可能十二岁就有孩子 你明白吗 嗯 明白了 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 哎呀 怎么会这样 现在你明白了吗 这就是魔法的力量啊 年轻人 那就快给我解除魔法啊 还不止如此哦 这样下去的话 不仅仅是他自己 与他有关系的人 都会就掉自己正常的思维的 也许他的家人已经 浩一 你在跟谁说话 嗯 那个 凌渊啊 我送你回家吧 嗯 哦 哦 不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 只是这么晚了 一个人回家 会不会有点 不是的 只是你太久没回家了 一时间 不知怎么回答 不过 回来就好 好 还要欢迎收看 新一期的百游行星期 我们下期看 今天节目的起床系列 到家了 妈 我们回来了 啊 这就到了 万一他的家人 都没被魔法控制 那么 妈 妈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这么想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